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你是不是最近要去香港 對 因為我只能去那裡 對 你去香港記得 要幫我帶這個小熊餅乾 這個一定要 對 雍技燒耳 這都排隊的 許留山芒果撈三杯 然後呢 許留山也可以帶嗎 你剛剛是罵髒話嗎 我說媽媽咪啊 許留山也可以帶嗎 可以 這樣子啊 對 你就幫我 可是我帶這些東西 這個大概要多少錢 我要不要多帶一點錢去啊 要 這個我的親戚這些量加起來 大概三千港幣就夠了 三千港幣喔 那還好嘛 為什麼五千美金 你這個人有沒有良心啊 我去那邊一個人雞加酒 也要兩萬多耶 去那邊不用買東西 吃東西 我老婆會逼我買一些 包包 這都不是花費 你們真的是很會算耶 你出個國 五千美金是十五萬 十六萬耶 你一個人雞加酒才兩萬 你出個國是賺十三 十二萬 還好吧 我小小抽你五%而已 五%而已 你是要算不來 比五%還多好不好 比半%都還多好不好 不是嘛 那我們買東西 總要有點代購費嘛 是不是 朋友之間講什麼代購費呢 所以說 人家講說 到底哪一國人喜歡賺錢 是台灣人嗎 是嗎 那我們今天 我們也請到了 我們各國的代表 大家好好來探討一下 好 所以今天就找到了 我們賺錢賺得 嚇嚇叫 每天做夢都會笑哦 我們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嗨 哈囉 當然來台灣 根本賺不到什麼錢 不知道他們為什麼 還要待在這裡 我們聯合國型男 歡迎 嗨 嗨 相較於其他國家 台灣人愛賺錢又愛存錢 對錢觀念保守 而外國人金錢觀 真的比較開放嗎 這些外國型男們 他們為了賺錢 又曾經做過什麼工作呢 小優應該要打很多份工哦 我真的打很多份工 你的外型那麼坎坷 我今天是空氣流海 我除了就是做便利商店之後 我還有在什麼豬排店 火鍋店 補習班 擺過地攤 當過零食演員 我真的打過十幾份工 我要講一個 我一個朋友 他真的很會賺錢的故事 他已經結婚是人妻 然後他生了雙胞胎 你當來講他很忙嘛 在家顧小孩 他很會賺錢 因為他就覺得 他兩個小孩顧很辛苦 他就發明了一個枕頭 然後可以就是把奶瓶插在中間 然後直接讓小孩這樣喝奶的枕頭 好像是他去哪裡找來的一個枕頭就對 他後來因為這樣 他就拍影片上傳 那YouTube跟他的粉絲團 他就靠賣這個枕頭 還上新聞 真的喔 對 他現在就賣小孩的周邊商品 他說他小孩根本兩個 他的錢都打拚 好聰明 超聰明的啊 這個厲害 那你為什麼就是不買洗髮精呢 好 我回去洗 對 我也覺得台灣牛山真的很厲害 像我老婆一樣 把 他是都會把 補產的衣服都在網路上賣掉 二手的 而且台灣人很會買 我們香港人不會 然後我還有一個認識就是 更誇張的一個台灣女生 他也是白天有上班 可是下班之後他一直騎摩托車 一直跑來跑去 為什麼騎摩托車跑來跑去 對 然後我一邊騎摩托車 一邊玩手機 我以為他這一彎什麼 這樣很危險耶 對 寶可夢什麼的 對 結果就發現了 他是 檢舉達人 哦 對 他那個期限的時候 沒有帶安全帽啊 或者是那個抽菸的人 他都拍然後給全部 他這樣檢舉 這可以賺多少錢啊 他檢舉一次 他是滿不錯 像抽菸三百六 然後沒有帶安全帽三百塊 然後他平均一個小時想 至少抓到一個人 那他有被打嗎 會 沒有 因為他是女生 所以 人家反而不太注意他 對 然後 他時薪等於時薪 一個小時就三百起跳 很好吃 你找到你的第二春了 對啊 更誇張的是他在回家的時候 都看到外面有回收的東西 像啤酒瓶啊什麼的 他就 資源回收 對 超厲害的 我家的資源回收也有很多 我每次到不了那個垃圾車 因為都有我的鄰居說 回收回收給我啊給我啊 還是他們講台語我聽不懂的 不是老阿嬤都是要回收的賺錢 結果說要把你身上的衣服 也都給他了嘛 對不對 沒有 今天晚上給他好不好 對啊 這個我也有 就是因為最近我家裡想要 你不方便吧 為什麼 我這裡最近就是要轉潢 然後就是把一些舊舊的櫃子丟掉 那我隔壁的鄰居就說 那那個房子裡面最舊的東西 怎麼還不丟掉 什麼東西 你說你的照片嗎 什麼東西 不是啦 不是 就是一些櫃子 你最舊的什麼東西 他本人啊 他本人啊 一些舊舊的櫃子 那已經兇兇了 什麼都不好看 想要把它丟掉 然後買一些新的 然後隔壁的鄰居說 這是你要丟掉的嗎 我有認識一個人 可以幫我弄得很漂亮 你要不要就送給我 那就是說 沒關係 你拿走 他拿到了很多很多 隔壁有一台車來 把那一些東西拿走 然後說 你要拿去哪裡 你要去兜掉嗎 他說沒有 隔壁他就賣給我 對啊 他把那一些東西 就是賣給這個人 人家不要的東西 收舊家具的 很棒 我覺得他有誰一頭腦 對啊 很聰明 好浪費 超會賺錢 其實台灣人真的滿會賺錢 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他是那種 連跟你喝個下午茶 然後喝一喝 這茶滿好喝的 他就會很積極地開始去問說 那這個茶包可不可以我看一下 拍個照 找電話 他就開始找OEM 或者是說找他的代理箱子 茶商 對 馬上要帶領 他馬上 他幾乎每一樣東西 他都是抱持著這樣的精神 而且他就因為這樣子 現在他的公司 就是自己發展一個網路平台 然後每年的 好幾百萬 好厲害 對 他就是直接跟人家談 然後而且他代理的盤子 可能是歐美 德國 然後日本 我桌上這些都是他代理的牌子 全部都是 那麼多 好厲害 這個分門別類很多樣 就是吃的喝的用的 擦的抹的什麼都有 真的洗髮 謝謝佳穎姐 我是雙龍 好 你拿去吧 我看你頭好油 台灣人真的很愛賺錢 真的 好好的 貴太太不當 跑去演什麼小三 然後放著家裡小孩都見不到 然後早上回去還要追著校車 只能看到大兒子 大兒子目送他 就去上課這樣 你都有看到 對啊 要賺錢 沒有啦 我賺的是一個 你知道嗎 姊姊就是要賺一個成就感 有一種存在感的感覺 我還是覺得是台灣人 最愛賺錢的一個國家 因為我們在西班牙是覺得 賺錢是為了生活 但是台灣人好像是覺得 是啊 對 像我的 我是到台灣才知道 用生命賺錢的意思 因為我之前那個經紀人 是24小時在工作 然後他是 就是一天睡4個小時 然後一直趕場發別人活動 24小時在想工作 然後非常的不照顧自己的身體 就是用生命賺錢 跟西班牙窗帆 西班牙工作4個小時 睡20個小時 對 他們根本用生命在休息 好早下班 我的目標是放假 你們 對 這什麼目標 目標是放假 所以你們 我要解釋為什麼這個是好事 因為我老闆那個 他是24小時在工作 一般人這個節奏是沒辦法 就撐不住嘛 會死掉 那他就吃檳榔 喝酒 什麼應酬的時候抽菸喝酒 非常的害身體 那他有一天 那個身體就炸了 住院 我們去醫院看他 他就說 唉 住院真的很恐怖 就失去賺錢的機會 就是倒是掉一直在想賺錢 好 我們現場也有做一個 哪個國家最愛賺錢 那我們先從中間開始看 比較不傷和氣嘛 美國 第三名是美國 差不多了 再一次吧 Visya 他們覺得時間就金錢 然後在金融業很發達 所以應該很愛賺錢 他們幣值很高 然後而且他們3C產品 或者是什麼類似什麼 Jordan鞋都賣得很貴 他們的手機 家電用品 還有電腦都比其他國家還貴 iPhone 然後一支就要兩三萬 我覺得蠻貴的 iPhone一支就那麼貴 我大概要花了半輩子 才有辦法買一支iPhone吧 像是iPhone啊 手機 很多周邊商品都 必須要自己iPhone的東西 才可以連接使用 一雙Jordan 它這個成本沒有多少 可是就賣非常貴 然後現在炒的都非常的高 因為我去朋友的婚禮 就不管是國小同學 或是國中高中同學 都看到獨立在上面唱歌 你看美國多愛賺錢 我跟你講 我們那過年前後 他唱到嗓子都啞了 你知道嗎 他還是要唱 問你 努力 你愛賺錢是本來就這樣 還是來台灣受影響 沒有 我覺得這是 被我家人影響到的 因為我爸媽也是 很愛賺錢的一些人 像我們家通 我姐姐也是啊 因為我姐姐想要 她想要買一台新車 但是她不想要貸款 然後我們家有開幼稚園 所以她早上6點要去上班 然後晚上 因為我爸爸最近身體不好 然後我媽媽待在家裡 所以她早上6點上班 晚上6點下班 一整天都在我們公司 然後她下班之後 晚上跑去開Uber 為了賺多一點錢 這樣子她才可以用現金 去買她新買的車 這很好啊 就是很厲害 那我就覺得 我們家當然很厲害 然後我不知道其他美國人 因為美國也有很多人 然後也有很懶人 也有很多 特別是哪些很懶的白人 是不是 但是像我這些 為什麼你自己是白人 沒有 真的有 真的有很多 也有很懶的黑人 但是我 就是一個很愛賺錢的人 我可以承認喔 除了這些以外呢 我也會 我就是會 也不能說是零用別人 但是因為我本身的案子蠻多了 有時候真的沒辦法解案子 因為婚禮太多 活動也太多 所以就是會 所以你有點當經紀人了 開窗很重要 抽人家的錢 所以你抽你朋友的錢嗎 謝謝鬼 那你朋友知道嗎 妳可以不要 他們好說 他們好說 不是這樣好不好 那是怎樣 你要想好 我還要找這個人的電話 還要找他的一些 你好過分喔 還有一些照片 寄給我老闆 假借介紹工作之名 深抽朋友的錢 等一下 你下個月判我 就是PASS給我 那個知識佛東 知識佛東的case 你是不是有抽 差 差一萬多而已耶 我的天啊 有什麼好計較的 一萬塊而已耶 他抽你一萬啊 你還賺五萬 我PASS給你 你都不會抽啊 我要跟你講 以前有人打電話給我 有兩三次要找歌手 然後我還有去找你的電話 然後我有PASS電話給你 可是我現在想以後 下次要抽了 要抽了 我沒有抽 有兩三次 真的有人打我說 你認識歌手嗎 可以唱那種婚禮的 我說我認識耶 外國人可以 他說更好 天啊 我可以找到電話耶 也可以 你要抽多少 就是你的事情 真的嗎 但是我的價錢就是 永遠就是這麼高 沒有問題 我想Apple品牌 不行嗎 我很像 JORDAN一樣 你要來請一個JORDAN 你要來請一個Apple 你就是要買鬼的價錢 可是你抽朋友錢 你要跟他講啊 真的 也不能說是 而且問題來了 我跟你講 因為我就是已經 就是我開價錢多少錢嘛 然後JORDAN就跟我說 孟德不好意思 應該這個 就是你講的 我 當然 不然我要怎麼抽錢呢 是不是 我要怎麼賺 那為什麼你的價錢可以太高 為什麼我的不能太高 你看你的臉你就知道啊 這個還要問嗎 你還要怪我嗎 真的也是覺得 美國人蠻會賺錢 因為我之前認識美國的朋友 他們幾乎都有買股票 就他們都手機一打開 早上就先看股票 股票多少錢 然後而且呢 他們不是房子都蠻大的嗎 我聽說他們就會把 車庫租給一些比較窮的學生 但這好像不是很合法 所以他們可能就是朋友的朋友 因為車庫不行租 不行 可是就比如說 兒子的同學有點窮 然後想要住這一區 他又沒有錢租房子 他就把車庫租給他 對 然後而且像在美國 他住在車庫裡 對啊 車庫很大 車庫很冷 這個問肚立就好 因為他在美國有很多房子 都在租的 是喔 是不是 但是 你 不是住車庫 我是住給他們用 他們要練團什麼的 他們可以用我的車庫來練 你幹嘛害怕 他突然 因為我害怕 我跟你講 我們二分之一場很紅 全美國也是在看好不好 OK 而且我覺得美國人還有很好的是 他們都會 跳澡市場賣東西 然後我覺得 就是像台灣現在二手拍才比較盛行 可是以前美國很久以前 大家就都是比如說冰箱啊 或者是什麼 沒有用的電風扇啊 然後全部都是用交換這樣賣 都會辦那個車庫拍賣啊 所以就是小時候 我們都在車庫拍賣 我們以前馬路上 每一個週末 禮拜六 禮拜天 都是車庫打開 Garazel Yartel 就把裡面的你舊的東西啊 玩具啊 衣服啊 就放在那個車庫裡面 然後就拍賣 而且 真的 但是就是有人舊 可是舊人撿啊 也不一定很爛啊 有一些很貴 有一次我去看到一個Garazel 然後就進去看 然後看到一個外套 因為他們想要搬家 他們就是要把他們舊的東西 他們沒有再用 真的 賣掉 而且因為那個 餐的那個爺爺也過世了嘛 所以就是 所以是獸醫啦 對 對 你撿到便宜 我朋友是美國人 他爸爸是那個機械工人 所以他很會買賣車子 他們小的時候 他每一次去 比方說就是去樂園 他會帶全家人去樂園 到的時候就賣掉那台車 蛤 什麼 我以為全家帶去賣掉 把全家賣掉 把賣下來 他們媽媽媽 那個兒子女兒 都會進去玩樂園 爸爸都會在外面找另外一台車 他會買 他們會開回家的 所以開回家是不同的車 對 他會賣貴的 買便宜的 他會在家修理 因為他是機械工人 這很厲害 對 他每一次 他們每一次去那裡都會這樣做 很厲害 對 就是週末可以多賺錢 佩德羅也是覺得嗎 我不是覺得是美國 我覺得是美國的猶太人 其實全世界的猶太人 那又滿厲害的 全世界猶太人 因為你們看 全世界最重要的 工業跟媒體都是被猶太人掌控 都是美國的 他有銀行 所以我從小聽我爸說 猶太人是控制全世界的 所以我小時候覺得 我爸是神經病 但是不是 其實我叫我第一個女朋友 去比利時 我看到那個比利時的 糾塞城市最富裕的那個區域 都是這種 戴帽子 然後這裡兩條捲捲的這種猶太人 對 這是奧特朗斯鮮 這是 這有分 很多不同的猶太人 然後我問我女朋友 為什麼最富裕的那個區域 都是這種人 他說他們是掌控那個 買賣傳食的那個市場 超級有錢 對 說不定我之後把我的鬍子長出來 然後戴一些黑色的帽子 我去那邊也可以賺很多錢 是不是 沒有 沒有 而且你們剛剛講的這個 他戴的帽子跟穿的衣服 跟一般的猶太人 你看到是不一樣的 他們覺得 他們自己是最優秀的種族 而且那個帽子 沒有肚力的尺寸 那你就兩頂給它縫在一起 這樣開發 也不能怪我們聰明啊 我們頭腦好才會賺錢 對 所以你是猶太人 他是猶太人 我是猶太人 對 我是猶太人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 不會賺錢的猶太人 是啊 還是有一些啊 會微微都會賺錢的 有一個 一個就是我 就是我 我超級不會賺錢的 父母親那一代 那種是 可能第一代第二代到美國的 他們應該蠻拚的吧 應該 非常非常拚那一代 因為我媽媽 我外婆 他們是在羅馬尼亞長大的 然後他們長大的時候 很多戰爭嘛 對 所以他們生活得比較困難 然後他們來美國的時候 特別是我的外婆 她很努力賺錢 我有她的照片 她很可愛吧 好可愛哦 她會自己做帽子 她現在95歲 她還是很累自己做帽子 所以她做這帽子是會自己 會自己戴還是會拿出來賣 她會賣 她會賣 那第四名呢 第四名 我跟她只差一名而已喔 這位 英國的朋友 英國人最不愛賺錢嘛 看一下VCR 因為他們物價水準那些 就是比較高 然後 我覺得英國人最不愛賺錢 因為他們就是臨政府的失業基金啊 所以他們不用工作也可以賺錢 因為我覺得那邊的人 感覺就是生活的步調比較慢 然後就是比較浪漫這樣 感覺沒有那麼愛賺錢 在英國啊 明明是上班時間 那 大家都在路邊喝咖啡 或是在公園曬太陽 然後好像都不缺錢 過得很慵懶 我朋友之前去英國的時候 他的同事常常找他去喝下午茶 或是泡在酒吧 感覺好像英國的人 都是貴族出身 不用上班賺錢一樣 感覺你們英國人不說要喝下午茶 下午茶 我可以先說 他說去公園曬太陽 我們英國沒有太陽喔 他不是說什麼國家 說這下雨 他其實 廢話他屁啦 那 英國人你要看 每一個人不一樣 有的是愛賺錢的有的不愛賺錢 因為我們國家有那個保險 如果沒有工作的話 政府還會給你錢 補助 對 還是幫你付你的那個 反助什麼的 但是 我自己是有愛賺錢的 我來台灣的錢 我有三個工作 因為我是實性的 所以我每個禮拜 工作多少就拿多少嘛 對不對 對 那你一個小時多少 三個不一樣的 但是 差不多台幣四百塊 很高耶 一個小時 我一邊在超市工作 我一邊在市場賣起司 果汁醬 麵包什麼的 然後我其他的工作是照顧餐級人 就是老人的 還是動作不容易的人 這是七十個小時 就是 就是太累了 但是還是很開心 因為可以賺得很多 就是這樣 這樣子一個禮拜就 一個月就十幾萬了 對不對 台幣那個時候 因為一個禮拜就兩萬多 對啊 一個禮拜七十 四百塊就兩萬八嘛 而且你要回去查一下 你可能 不是英國人 為什麼 這麼愛賺 英國人他不是說很兩極 是看不一樣吧 你三個工作在台灣 你有沒有繳稅 什麼 所有 就是所有 所有 我們在台灣都在繳稅 我們都在繳稅 果汁局的朋友 不用來擦我們喔 對 我們要繳稅喔 果汁局的朋友不用找他們了 因為夢多才剛買新表嘛 好耶 杜麗也剛買房子 不要找他們是不是 我又有附 我又有附 OK 好 很少看到這兩位這麼謙虛 真的 緊張死了 是來台灣之前的事情嗎 是來台灣之前的 對 因為我是剛畢業大學 就沒有錢 她是來台灣之前 他們兩個是ING啦 正在進行 沒有 沒有 就是那個時候是兩三萬台幣 現在是兩萬 因為脫歐的銀棒是滿低的 對 就是這樣 對 但是她剛剛說一個禮拜七十小時 然後賺這些錢 我覺得七十小時沒有很多耶 七十小時 一個禮拜七十個小時 一個禮拜耶 一天十個小時 不停耶 都是工作二十四小時 對 可是你要想 她只要休息一天的話 六天工作的話 七十個小時 一天就十二個小時 可是我們今天聊愛賺錢 那西班牙人來幹嘛 對啊 不要講西班牙人講 西班牙應該沒有進榜吧 不可能進榜 我們才講他們 我覺得這個排航班 這個美國跟英國人是對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講的 在台灣的英語系國家的人 都是來亂的 都是來混的 這是對的 因為我們其他國家 講到他有氣勢喔 我們沒辦法教英文 所以我們要有 以技之長 我們需要很努力 就我們是有一些夢想 目標 他們都是來亂的 來教英文 輕鬆的過日子 我記得我剛來台灣的時候去 我最早那時候想說 我可以去教英文 這二十年前 然後我去那種補習班 他們說 不讓我教 為什麼 因為他說 長得是台灣人 然後我在那個補習班 就會有一些法國人 加拿大人 美國人 然後法國人 西班牙人 不太會 英文會講 可是不是很標準 但是長得像一個外國人 他們就有工作 就法國人教什麼英文 法國人 西班牙人 加拿大人 都在教啊 加拿大是講英文的 不會 沒有這回事 我們不會教英文的 我們是有夢想 我們是有一極之長的 謝謝 教英文的是他們 我是很忍著老師 謝謝啊 我不是來亂的 他是真的有在揪 有 好 以上是三名 是第四名 那第二名會是誰呢 往前看一名 誰呢 你不啦 真的嗎 真的 日本 對 日本 他們會發明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可以申請專利 然後就 大家都會去買 很求新求變 然後他們工作時間也很長 東西感覺五花八門都有 然後什麼包裝都很精緻的那種 比較保守 然後可能 刻苦耐勞 然後都會很興奮上班 所以他們 會守財的話 應該也會很愛賺錢 社會經濟就是壓力比較大 所以他們 應該就是會 就是加班啊 然後就是去賺一些生活費 自己去過日本的時候 我早上搭車都會看到 日本人很認真的去那邊 擠那個車啊 然後又要衝去上班這樣 所以我覺得 他們很勤奮很想賺錢 日本男生每天 幾乎都會工作到很晚 然後還會玩到去應酬 也很多過勞死的人 所以我覺得日本是 最愛賺錢的國家 國際局聽清楚囉 我們每一集都有夢多 沒錯 我又報歲好不好 好 這人很乖好不好 我真的也覺得是日本人 你看就像我常常 現在每天在家裡看電視 都看到夢多 通告超多 超愛賺錢 然後我覺得像我們去日本 你講別人 我們關燈也都看到你啊 為什麼要關燈 然後我們去日本 你就會發現日本有多愛賺錢 他們比如說我們去日本 他們就會叫你去穿和服 因為大家都會去那個 知名的景點神社 然後租這個和服 一天也是不少錢 我記得好像2000吧 為什麼只有你一個人在穿 有啦 又朋友瑤瑤啊 有那個黃橋星 你知道我們走在路上 我不誇張 我那天有十組外國人跟我們拍照 他們以為我們是日本人 講回你的故事好不好 是… 真的 那你應該責任他們拍照 拍一張藥藥藥藥 對 我應該要的 然後呢 像人妖他們一樣就會 因為日本人就會 然後像去日本啊 他們就很會出一些周邊商品 去一個神社 它就很多御守 一個御守五百塊 有沒有 有… 然後那個什麼周邊 像我就會去買這種招財貓 他就會招財貓就是日本的吉祥物 是… 必買 然後我會放在柴衛那邊 然後像他們很多學生 比如說他們有個音樂盒博物館 在北海道小尊運河那邊 我也去 整個店喔 四成的都在賣音樂盒 你走進去不知道為什麼 你就會買 然後你看他有出這種壽司的 很可愛 所以我就覺得 音樂盒 你買了很多 這個一個音樂盒多少錢 這個我記得一個要 大概一千塊台 真的很貴 就大概三千八四千八日銀 去真仙教一盤也不用那麼貴 對 你也是腦波很弱的人 我跟你講 女生男生去日本都會腦波很弱 因為他們出太多商品 周邊商品 然後一個藥妝店就可以逛很久 光是一個巧克力 每一個地方都分不一樣 對 我覺得日本的藥妝店最恐怖 我可以進去藥妝店出來 然後結帳是台幣四萬塊這樣 買什麼 太多了 真的有點誇張 譬如說擦臉的啦 擦手的啦 然後我光是一個那個 那個叫什麼 Mansolid Down對不對 它不是有乳液狀的或什麼的 我光是那個 就是一個可以買十份這樣子 對 因為小孩子嘛 小孩子擦那個是很方便的 妳有幾個小孩子啊 我三個啊 要擦這麼多 三個 而且我要講 四萬耶 我覺得日本人除了很愛賺錢 他們服務態度又真的很好 就是讓人家覺得消費起來很開心 除了那些東西之外 日本人知道 譬如說我爸爸媽媽的時候 他們想聽音樂 可是那時候沒有什麼MP3嘛 所以他們都要帶很大的CD什麼的 可是日本人發明了MP3 然後賺得很多 然後我現在 在我想我是學生的時候 想要什麼 就不想去學校啊 所以他們發明了一個 在沖縄一個高中 叫N高中 那個都是用網路的上課 自學 在家自學 對 所以像他們的 那個入學時的時候 也有這種 哪裡 這種VR的 他們已經用VR的 所以他們都帶著在上課啊 對 像那個 那個入學時的時候 他們聽課 學生 對 老師 教長 董事長 都帶這個 然後就做了活動 所以不用 不管你在哪裡 那像 這個學校 學校去年開始了 1500個人 可是 年紀15歲到86歲 都有 對 都有 不管你在哪裡 很棒啊 不同年齡 他們真的很聰明耶 很棒啊 那你覺得 世界只有這個而已 那你覺得那個 日本的科技跟你們韓國比起來呢 這個 韓國的比較好 哈哈 最好吃啦 蛤 你最好吃 你不用硬 硬開喔 因為他們在用 那個三星的啊 Galaxy 我們明明就先發明 你們在模仿 然後在賣給別人 就是重點是 你們在用我們的東西啊 哪會啊 是我們先發明的啊 你知不知道是 Doraemon是我們國家發明的嗎 我沒看 我沒看 沒好事 Doraemon也可以吵 我覺得 日本人比猶太人 還會賺錢的 哦 真的 真的 我之前認識兩個 你們怎麼找到 世界上最不會賺錢的 一個猶太人 來上到這個節目呢 唯一一個不會賺錢的 抱歉 抱歉 他也是唯二在台灣的 猶太人 也應該是吧 我認識我之前 有兩個日本的同學 如果他們沒有在上課 他們就是在打工 如果他們沒有在打工 也沒有在上課 他們就是在 家裡 蛤 一直在打工 這麼辛苦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這樣 你們沒有休息時間是不是 就會一直不斷地在打工 呃 其實看人耶 還沒來台灣之前 因為那個時候 還是日本國家隊嘛 那我要來台灣 就是完全靠自己 那個時候是真的哦 我早上6點起來 那個7-11打工 然後6點到6個小時 那12點去百貨公司 買腳踏車 買完腳踏車會對6點嘛 對不對 休息一個小時 我直接去酒吧打工到12點 對 然後就是睡一覺 只有4個小時 我之前是看過一篇網站 就是說 在日本公司 老闆會接受人 那個上班族在睡著 他們在上班中都會睡著 老闆會接受 就是代表就是他們是 很努力 很努力 所以我問我的台灣的朋友 他公司有很多日本人在上班 他說 對 他們都是很晚下班 因為說要賺錢要賺錢要賺錢 但是他們中午都是睡著 不是哦 你們就是錯了一個想法 是真的 不是我們是愛賺錢 就是我們對工作有責任 所以 一個使命感 對 還有我說這個是真的 因為 責任到睡覺 沒有啦 不是啦 他們睡著一個小時 加班半個小時 累到睡著 好不好 好 我們前面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都看了嘛 最後一名是誰呢 還剩誰 西班牙嘛 西班牙 韓國 所以這個排名是在內的朋友對不對 那肯定西班牙了嘛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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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看一下比賽 西班牙我們一開始都會想到鬥牛市嘛 就是為了賺錢不惜的犧牲生命 所以我覺得是西班牙 聽說 西班牙人他們就是很喜歡在街上 就是偷人家東西啊 爬人家錢包之類的 感覺他們靠偷就可以賺很多錢 因為他們好像就上班時間也很晚啊 然後午休又很長 然後感覺好像沒做多久 就又下班 工程有時間超短的 好像他們不太愛賺錢 他們好像遇到節日或者是夏天 他們都店家都不開 好像沒有很想要賺錢 因為我覺得他們步調比較慢 然後好像生活比較懶一點 工作可能會遲到或是早退 因為之前我有一個朋友去西班牙玩 然後進去餐廳的時候 發現都沒有人 結果之後看一看發現 他們都在 後面偷懶睡覺 我覺得大家會認為西班牙懶惰 我覺得佩德羅要負很大的責任 是有原因的 真的 對 他們 午餐可以吃三個鐘頭 然後 晚餐可以吃四個鐘頭 這兩餐就吃了七個鐘頭 他們睡覺 下午還要五睡 睡一個鐘頭 晚上還要睡覺 你們都不會胃下垂喔 所以你知道嗎 他們真的很就是他剛剛講的一個 他們很會享受 所以有好有不好的 我覺得我們拍在這個排行榜的 最後面是好事 代表我們的個性很善良 我們是不貪錢的 就是這樣子的態度 他們為什麼拍在最後 唯一能確定 因為他覺得好棒喔 他們還是可以講到為什麼這個 唯一能確定一件事 對 非常樂觀 事實講的就是我去西班牙 Wendy是那個時候 我去過西班牙兩次 一個是Madrid 然後一個是Balensia 就是Madrid還好 但是我去比較鄉下是Balensia Margarita嗎 不是 披薩很好吃 Balensia是那個 Balensia 對 Balensia 對 還有Madrid 那邊真的很誇張耶 譬如說 因為他們那個 就是我要去吃飯 然後就是差不多下午六點的時候 有那個Bal 就是有一點像那個795 那邊的795 對 然後那個我進去 然後我跟那個 因為那邊的人很開朗 很放鬆 我很喜歡他們 然後說他們也不太會講英文 就是我們用很爛的英文溝通 然後說 你不要吃飯 你不要吃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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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吃飯一下嘛 反正就是我們聊得很開心 然後我點了一杯啤酒 但是那個老闆一直跟我聊 聊 聊到半個小時 我的啤酒還沒來 OK 我再說一次 因為他就跟你講了點啤酒要先買單 你一直不買單 他怎麼給你啤酒 沒有沒有沒有 我說說 反正就是 我再點一次 然後就是那個時候 肚子餓 我點了三明治 OK 等了快一個小時 啤酒上來了 然後喝完 我三明治沒 他說 下班了 打烊了 打烊了 我的三明治 給你一個氣氛 放鬆 沒有啦 這就是他們 我肚子餓 真的 西班牙他們人的一個節奏 就是很慢 去那邊有一個痛處 就是我們是要去買紀念品的 要留下一些紀念的 我就遇到店家 就真的不給你開門 我記得我那時候 因為你去旅遊嘛 然後還有時差 所以我睡到早上10點半起來 OK 我就走走走 走到 我在 我住在巴塞隆納 其實你走出來當場 應該就是大家應該會開店 很熱鬧 對 11點 一定要開了吧 休息 他拉下來說他要吃午餐 好 然後我說那你修到幾點 從11點修到2點鐘 我說哇 你吃飯吃那麼久 好浪費時間 對 然後好吧 那我就只好去教堂逛啊 什麼在市區逛 逛完了逛到3點鐘 我再走回去 欸 他還是沒有開哦 那個店還是拉下來的哦 後來我就問了旁邊 終於 就是你大概走 我真的不誇張 我走了大概10分鐘 才找到一間 那種類似雜貨店的 我就說為什麼都不開 他說 因為今天是那個 就是季節交換時間 所以是延遲一個鐘頭 我們的時間 整個格林匯是往後延 你的時間沒有改這樣子 好 那我說過了一個鐘頭 會不會開 要看哦 要看他們現在的那個感覺 應該是不會開的 這一條街大概不會開 因為反正只差一個鐘頭 他們也不會想工作了 我們沒有工作這麼累 對 就直接就關整天 整天就沒開了 應該都是印度人經營的 是 還有台灣人 亞洲人 那個雜貨店好像就是 真的是 對 都不是西班牙人 你知道我去過西班牙 我們去在一家店 就差不多 我忘記是6點 5點還是6點 然後就是 譬如說6點要關 5點50 我們還在裡面逛 然後就在看一些雜貨 然後有一個服務人 真的很好 他就一直站在旁邊 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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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點50 到了5點59 然後他們就有一個鈴聲 你知道這個服務人就轉身就走了 然後真的 你在 譬如說我在這邊說看這個 這是什麼 因為很多看不懂 西班牙說這個是什麼 他就跟我說 這是洗面乳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是洗頭髮的 5.59 他就走了 對 然後我就說 怎麼走 人就看到店裡面的人 全部人員工就開始 走走走走 他們就進一個門 他進一個 真的 我不誇張 他進一個門 然後我跟詠賢在那邊看 然後那個店面是玻璃的 然後你就看到 這些人他們從一 旁邊的門 拿著包包走了 他們已經到馬路上走了 我就在想 我說什麼 然後只有一個收音台的人 他還跟我說 1分鐘 趕快結帳了 對 他說 可是我還沒看完 他說1分鐘 可是你知道 在台灣 這個人一定會留到 你買到東西 一定 6點10分 6點15 6點20 他覺得他可以做這個賣 可以賣到 他一定留的 猶太人也會留的 韓國人也會留的 你在全世界的國家 他都會留的 就只有西班牙不留 西班牙還有法國 可能 瑞士也會 那個就是 也是 瑞士也會 你知道他們就走了 對 西班牙就是一個 跟錢過不去的國家 對啊 可是真的 我真的不懂的一個 西班牙人的行為 就是說 我朋友去西班牙 住的好像四星期的飯店 然後他要去 他要離開大概七點半早上 所以他以為七點可以吃早餐 可是四星期飯店 七點都沒有 他們都沒有早餐 應該要八點九點 所以他就問 瓜哥為什麼沒有 他說 我們員工還在睡 等一下 一般的早餐都是六點多 就有了 五點 我會覺得像 台灣的早餐店幾點開 五點已經就開了啊 就算員工起來了 客人也不會起來啊 我們西班牙的客人 大概十點起來 而且我們抱怨的是 可是那個早餐耶 我們的早餐是十一點才吃啊 所以客人會抱怨 為什麼你們的早餐 不是到中午 這是我們抱怨的 所以我們起得太早 對不起 對不起 因為西班牙他們自己 本身沒有這習慣 他當然就不會提供這個服務 對 還有一個行為 真的想問你 就是 你一直你的國土餐 你一直說 我們的政府很爛啊 我們已經習慣找不到工作啊 可是剛好你在台灣 有上節目啊 或者是模特兒的工作嘛 可是你 為什麼一直都沒有春錢 一直花錢呢 我真的不懂耶 因為我怕錢那個概念 我錢是一個我會怕的東西 我會弄不見了 所以我是 一拿到錢就 要馬上燒馬上花 哇 好漂亮喔 我喜歡 這好 很酷耶 很有道理耶 但他活得就很自由自在 因為錢會咬你就對了 就怕錢給他加 對啊 趕快花掉 真的耶 很厲害 但講真的啦 西班牙人到底有多不愛賺錢 賺錢是為了 生活 夠用就好了 不是生活為了賺錢 真的 所以我們的目標 像你們台灣人會覺得 放假是為了充電 為了提高你們工作的效率嗎 我們覺得不是 我們覺得 我們的工作是為了放假 放假是目標 目標不是工作 就是點倒的一個邏輯 那像我的朋友 我西班牙的朋友都是 想要拿到一個被動的收入 就是不用上班 還是可以有收入 這是我們的夢想 反正是不工作 所以我們會想很多方法 第一個是 騙政府的錢 那個 你剛剛是要騙這個字嗎 你知道自己在講說嗎 有 怎麼騙成騙 就是 史業的補助 我們已經騙到破產了 所以這個沒有了 我們現在一直用很多 這個沒有了 這個已經沒了 那下一個 因為破產 政府破產 現在需要有創意的 那我們下一個目標 就是保險公司 我的一個朋友達成了 對 他是開那個司機 就是巴士的公社的司機 然後他看到那個保險的 有一個法規說 如果他在上班的時候受傷 不可以開車 他就會有 那他就故意的去一個超市買菜 撞到頭 倒了 撞到頭 就說 跟一個醫生朋友說 你給我一個證明 我不可以開車了 他就拿到那個一輩子的補助 這詐騙 這是我最羨慕的一個朋友 這是我們的英雄 我們大家去西班牙 因為這個國家快沒了 我們真的要去旅遊 趕快去 趕快去西班牙 好誇張喔 對 剛剛是第五名嘛 那第一名會是 韓國啦 韓國啦 拚了 現在拚了 看一下 VSIA 他們的生活壓力太大了 然後每個人不得已 我覺得是為了 生活 然後要想要從各方面去賺錢 因為韓國明星一直來 他賺台灣人的錢 韓國很多偶像啊 然後他們都會把他外銷到各個國家 然後在開巡迴演唱會啊 周邊商品 然後各國的粉絲都很多 就賺他們的錢 他們就是很常需要進場維修 所以他們會更努力的去賺錢 韓國來的化妝品或衣服都比較貴 像聽說有些商場就是開24小時的 就是蠻累 所以我覺得 應該韓國人比較賺錢 不會啊 我也覺得 我們蠻愛賺錢 像我媽媽就是這樣很愛賺錢啊 因為以前我媽有開家計店 以前就是我媽媽的家計店 這是在韓國 對 可是她去年 兩年前來台灣的時候很嚇一跳 為什麼台灣有下午的時候 下午的時候三點到五點有休息嗎 可是韓國的餐廳都沒有耶 蛤 下午沒休息嗎 沒有 韓國也沒有 沒有 韓國也沒有 沒有 韓國也沒有 沒有 因為 我覺得索爾是唯一全世界的城市 感覺上三分之一的城市是24小時都開的 真的喔 對 24小時有很多 索爾我覺得是 因為你說紐約 倫敦 巴黎 巴黎 東京 很多地方是24小時 可是說不定是一個派對區 對 一個而已 可是我覺得索爾好多地方都是24小時 而且他們都玩 他們都休的耶 晚上你喝醉 回到飯店還可以叫湯 叫炸雞 就什麼屋都有 我外送都可以 我跟你講那外送我覺得最誇張就是 我在索爾那個河濱公園 你在搭帳篷有沒有 跟小朋友玩的時候 帳篷裡面也可以叫披薩 也可以叫炸雞 你在海邊也可以 也可以點啊 而且他都還找得到你在哪裡 對 太厲害 都長一樣帳篷他還知道耶 對 沒錯 所以後來媽媽來這邊就覺得說 這炸雞店怎麼維生 因為像我媽媽也知道像3點到5點沒有什麼客人 可是我媽媽一直跟我們說 那個 不能讓客人空手回家 因為這樣子的話 所以就拿一些要丟的垃圾給他們 請他們丟到 對 我們的那個店不好的印象就是 這個隨便都灌了什麼的 所以我媽媽這個時候一直想 什麼 那個生日Party 像我們 我小時候都 我小時候我的生日 我弟弟的生日 我所有的朋友的生日 都在我們的店 3點到5點 那個休息的時候 然後利用休息的時間 還是可以做生意 他們真的很愛工作 我小時候有四五個韓國的朋友 他們不管是做什麼樣的生意 他們永遠不休假的 就是美國人在工作 有幾天一定必須會休 譬如說聖誕節 跨年對不對 感恩節會休假 連那時候當時日本人來移民到美國 中國人 台灣人 其實在中國的過年 其實台灣人也會休假 可是韓國人是365天 如果有366天的話 他們完全不休假 然後可以開24小時就開24小時 我每一個人是韓國朋友 他們來到台灣 可能是一開始當學生 但是後來自己開公司 對 自己開始賣一些 你看金雲仔就是 就是這種人很厲害 就是來台灣就是來幾個月 後來離不開 是不是 就是開始賺我們台灣人的錢 沒有生意頭腦啊 所以我才三個禮拜都沒有來露營 去嘉義賺錢啊 對 拿出了這個 會開餐廳拿另外一 另外去找另外一個機會去賺錢 去做一些翻譯啊 對啊 很厲害耶 最近很多台灣人想買韓國的東西嘛 對 流行 可是我們韓國的網站 就不讓我們那個 國外的刷卡 國外的信用卡不能刷 只有國內的信用卡 或者是國內的那個 銀行交付才可以用 所以很多朋友問我 帶什麼一些東西什麼的 帶夠啊 對 我就是拿多10% 可是韓國人真的很會賺錢 你看所有的放眼望去 全世界的綜藝節目 只有韓國綜藝節目 有在辦粉絲見面會 全球這樣子賺錢 對 然後它的那個什麼 每個韓劇的景都會留下來 吸引大批的遊客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 其實很多地方什麼都可以賺 對 所以今天他們第一名 真是當之無愧的 那今天的排案榜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工作之餘也要照顧自己的身體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來分這一牆 下次見 拜拜